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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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很求你一代能不比我 你的懷疑這一次堅固我 絕望和孤單不斷地追趕著我 你卻是風雨中的避難所 耶穌唯有你了解我 傷心難過的靈恨手 安慰我擁抱我 擦乾我眼淚已治療我的想通 用信心重新開啟我的眼光 原來苦有事 換手有事 過去錯進你的困難 等讓我看到你的心思 社會保留有事 放手有事 我生著相信你美好不變的音訊 耶穌感謝你一路上 牽引著我 私家的路 你與我一起走過 你走在我牽頭 鼓勵我 鼓勵我不要退縮 你的灘 嘗試以前穿上了我 原來苦有事 原來苦有事 換手有事 過去錯進你的困難 等讓我看到你的心思 社會保留有事 放手有事 我真的相信你祥 祥寫着相信你美好不變的音訊 我深拒相信你美好不變的音訊 化 dies 原來苦有事 Axel典 放手有事 過去錯進你的困難 過去錯進你的困難 等讓我看到你的心思 生會保留有事 花首有事 我甚至相信你美好不变的音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自由的代价》 你看到这幅画很特别 讲到一个自由的国家 上面就是人们自由地在草坪上援灑、休息 但是我们看到土地的下面 其实是经过很多的验争、死亡 很多的挣扎和痛苦 所以看到在一个自由的土地上 其实过往有很多的牺牲和很多人付出的代价 经过这些代价才能享受现在的自由 所以我们的自由一定要好好地珍惜 我们看看圣经 《家庭书》第五章十三到十八节 《弟兄们,你们蒙照,治要得自由》 《只事不可将你们的自由》 《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 《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 《这一句话之内了》 《你们要谨慎》 《若相咬相吞》 《只怕要彼此消灭了》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 《这两个是彼此相的》 《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 《就不在律法以下》 《下个书》第一章二十五节 《唯有详细拆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 《并且事常如此》 《一人既不是听了就忘》 《乃是实在行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 《必然不复》 《未得前书二章十六到二十节》 《你们虽是自由的》 《却不可借着自由遮蓋恶毒》 《或者阴毒》 《勇要作神的仆人》 《这些人是无水的井》 《至狂风吹逼的武器》 《有默黑的幽暗为他们传流》 《他们说虚广夸大的话》 《用肉体的情欲》 《会淫荡的事》 《引诱哪些》 《刚脱离草谋生活的人》 《应许人自由》 《自己作作了腐败的奴隶》 《因为人被谁制伏就是谁的奴隶》 《倘若他们因认识主》 《救主耶稣基督》 《毕业出来世上的污秘》 《后来又在其中被前驻制伏》 《遭门末后的警方就被先前振不好了》 《请大家低头我们做个祈祷》 《天父上帝求你保守》 《让我们借着这段时间大家安静专一》 《能够借着你的话语》 《得到鼓励和指引》 《让我们明白自由的真正意义和要付代价》 《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 《阿们》 我们看到《Guardian》这一份媒体 《病毒并不理会人的任何借口》 《美国将在秋季面对更可怕的新冠风暴》 在这里讲到美国所面对的问题显而易见 上两个星期全美国新增的确诊个案增加了50% 死亡人数增加了42% 在美国50周里面有40周指数全部上升 上个星期每一天新增的个案超过了75000人 是欧洲指数的5倍之多 我们很难得见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或者川普 终于戴上了一个口罩很有型的 成为国际新闻 哈佛的传染病教授William Hancock 他说如果重新开放学校上课 我们将会看到一种火上枭游的情况会出现 一个月后会更加糟 秋季更加惨 若看John Hawkins很出名 医学中心 转染病专家Jennifer Nuzo 他说我们很不幸地看到每一天新增个案不断增加 甚至超过了初期军拜的时期 美国只是遭遇从未经历过的每一天更多的新增个案 这是显而易见的 即是看到我们现在只是走向一个令人担忧的方向 这些全都是专家提出来的 救兽专家 我们看看CDC 美国的疾病控制中心的主任 他预测今年的秋冬 将会是美国公共健康将要经历最艰难的时刻 这个CDC的主任 Robert Bradfield 他说我真担心今年和明年的秋冬 美国的公共健康将会经历最艰难的时期 因为新冠病毒和感冒病毒将会同时爆发 这个美国的健康官员 华盛顺大学预测美国在8月到11月将会有6万1千人死于新冠病毒 如果大家都戴口罩的话 就可能是可以救到4万5千人 所以请大家多些戴口罩 我们看到加州 加州连续两天破了纪录 加州的新冠病毒 在我们洛杉矶的人数 死因首榜 即是我们洛杉矶的人数 我们洛杉矶的人数 所有其他死亡原因的主要原因就是新冠病毒 然后我们又看到 这个很高 我们看到我们美国加州的新冠病毒感染的情况 已经超过纽约了 将会成为了美国的一个恐灾区 这些病毒的新冠病毒 这些病毒的新冠病毒 最新研究发现 隐性戴菌者 是导致这个新冠病毒大爆发的最主要原因 这一份的杂志里面 他们的专家 经过一些研究发现 分析有87%的个案 在武汉的这些个案 发现他们都是未经测试的戴菌者 根据哈佛大学生物统计学的教授 林熙雄 根据三万二千多个个案的研究 发现所有确诊的个案 只是冰山的一角 这位林教授说 虽然这些感染新冠病毒的人 未曾被发现 但是他们仍然会传染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 但是在没有掌控好疫情的时候 千万不要急于重新开市 因为当确诊个案 还是增加的同时 未测试的隐性戴菌者 或者不确定者 都是同时在增加的 甚至乎是更加多的 那么我们已经看到很明显 很多个州 他们急于重开 结果现在那些数据 不断的 加快的向上 攀升 现在呢 就快到秋季呢 要开学的时候呢 大家呢 对这个开不开学呢 都引起很大的争论 但是专家的意见呢 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这个预测呢 就是说 今年 秋季 那些是华盛顿大学的 那些是 11月 每一日呢 将会有 13万9千人感染新冠病毒 每一日 如果我们不掌控的话 戴口罩 大家保持距离 居家令 这样就会少些 那就是呢 就是 会少很多 会 只是 二万九千而已 那预测呢 有多少人死呢 去到 秋季 11月 每一日 会有九百人死亡 每一日九百人 每一日 差不多一千人 每一日死一千 十日就一万 不得了啊 那有多少人呢 死亡呢 就是履职起来 到了11月的时候 你将会有 二十三万人呢 有多二十三万人死了 所以呢 我们呢 一定要呢 很小心地呢 去防疫 不要懒用呢 这个自由 是我喜欢呢 不戴口罩 我有不戴口罩的自由 我有呢 就是 出门的自由 我是任意的 用我的自由呢 我可行我素 不用理会 这个政府 防疫的措施 那我们看到呢 打着自由的旗号 以自由为借口 进行破坏社会 危害 個人生命的行为呢 就是滥用自由的罪恶 我们看到最近呢 很不幸的事情呢 是新特西州的联邦 这位女法官 她的儿子 被人 开枪打死了 扮成这个速递 开门 她的儿子开门 打死 她的爸爸 走过来 都被 受枪伤 重伤 但是很不幸 这个儿子就死了 这个法官 哇 真是 連法官都被人 家里都被人上满 谋杀的 我们看到呢 将这个 警察的经费削减 这个到处呢 有这样的呼声 当然呢 就激怒了总统 那 就改革 警察改革的 这个 运动 成为了这个 战在原上 那 那 明尼索达州呢 啊 这个 明尼索达州呢 明尼索达州呢 这个城市就是今次发生的 这个 白人 啊 整死了这个 佛罗里德案的 这件事的地方 他们呢 将整个 啊 警察局 都解散了 那我们看到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啊 病毒呢 是不断的上升 而罪案呢 又是相对的增加 而同时呢 又要呢 是呀 推行这个的 种族主义 平等的 这个 啊 示威游行的运动 而同时呢 警察呢 又呢 是呀 受到呢 反对 很多的地方都呼声 说要呢 削减这个 警察的经费 那么 有很多的警察呢 又怕呢 上班 啊 就呢 用这个请假做理由 那么 警力不足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看到纽约呢 十五小时呢 有十五件的枪击案 啊 啊 那这篇 报道呢 就说呢 是一个保释改革的 惹禍 就是现在呢 就是不需要 保释不用付钱呢 真的捕了很快又放的了 啊 那么看到呢 就是啊 造成了呢 罪案不断的增加 那么我们到现在 最近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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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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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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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了多少 的 一千六百四十 个枪击案呢 啊 和四百一十四的谋杀事件啊 那 那很多官员呢 就说呢 是因为呢 新冠病毒的危机造成的沮丧和经济的困境 幫派對抗加劇,還有槍枝泛爛,紐約槍擊案件不斷攀升到十年的高峰 其他城市和大都會區都面對同樣的挑戰,芝加哥的謀殺率上升50% 還有媽媽的父母出來為他們的子女示威遊行,甚至打擇搶建一個母親牆,對抗防暴警察 我們看到全家出動 看到4月的時候,三藩市釋放了一半的奸犯出來,怕新冠病毒在奸犯裡爆發 有些人不明白,新冠病毒毒不死那些作奸犯科的壞蛋,那些奸犯 而好人反而病死,壞蛋就放出來到處作案 我們看到在奧克蘭華人的倉庫,一班華人上班的時候 有一個非洲裔的朋友進來開槍,打死了一位33歲的女子 還有一名男士受傷 我們假如加州到8月前,還會繼續因為新冠防疫,會釋放8000的囚犯出來 我們現在想想這個問題,再缺乏警力的時期,還會有多少無辜的市民受害呢? 最近又有報道,在第二季,從4月到6月,汽車被偷的事件高達5744宗 所以大家把車停在家裡都要很小心 今年全美,很多地方都有汽車,盜洩案 紐約上升了63% LA,羅省,同期比去年的盜洩案上升了17% 而湖城上升22% 所以大家一定要刪好你的車門,鎖好你的車 我們又看到這些賊入屋 將大量的現金首飾,在15分鐘之內全部都拿了 這些老夫老妻在灣區的,所有的積蓄在家裡全部被小偷偷了 這些小偷並不可怕,更加可怕的就是又偷又搶再奪命 我們看到在Hasinda High的華人家裡被人入屋搶劫,打劫 然後在Bowen Park,有男女被打死了,開槍打死了 不僅是財物損失,而生命都受害 我們說這些釋放的囚犯,是不是真的得到自由了呢? 那些犯人,或者那些罪犯,到處搶東西,偷東西,甚至殺人 他們是不是真的有自由呢? 有一篇文,有一段說話說得挺好的 所謂的自由並不是隨心所欲 真正的自由絕對不是放縱自己,為自己走藉口 讓他不受控制的走下坡 放縱自己的慾望和沒有意識的作決定 會帶來無法挽回或者很難改變的生活 聽從慾望,逃避痛苦 只以自我為中心 我們就成為了欲望,衝動和自私的奴隸 這並不是真正的自由 所以你覺得犯罪,打雜,搶,殺,我有自由 其實你是被一個欲望去捆綁的 我們用自由做決定,或者做一件事的時候 你一定要知道這個自由會帶來的後果 和一定會付出代價 所以我們看到,聖經就告訴他 我們不可以把自由作為放縱情欲的機會 或者以自由是遮蓋了這個惡毒 所以我們下面呢 就介紹這個世界有七種人 我看看你是對哪一種 第一,就是講講這個方中情欲的自由 是出於這個自我中心的自私人 那麼,方中情欲的自由 是隨著我自己的欲望 而做任何的一種選擇 而我做的自由的選擇 都是出於我的自私 所以第一種人就是 以自我中心的世俗主義者 我們看看這個圖 這個圖是自我中心 然後到處,無論是家庭 社交圈子朋友 我的工作,我的娛樂 都是為了自我 而最重要的就是金錢自上 因為有錢呢 我就去玩了 有錢呢 我就不用做事了 有錢呢,我們就會有很多朋友 有錢呢,我的房子就會很漂亮 我的家庭就會美滿了 所以我的自我中心 就以金錢自上 然後呢,我的工作,我的社交,我的家庭 我的娛樂都是圍繞著我 我,我,我 這就是世俗主義 享樂自創 享樂主義 物質主義 這個呢,就是我們看到 很多人呢,其實呢 都是這樣的 所有的東西的衡量 我的自由的選擇 都是以我自我為中心的 不適合我的東西呢 我就選擇不做 我就不跟你做朋友 我就離家出走 不適合我的,我不跟你玩 是不是 沒有錢責,我就不去 不租 是不是 各位朋友,你是不是這樣的人 我相信我們很多人是這樣的 一定是一種人 好了,接下來我們要講的 就是有信仰道德的人的掙扎 剛才這個是沒有信仰 我什麼教都不信 我只相信睡覺 我自我最重要 我要睡得好,吃得好,我身體健康 我自己好就最重要了 其他什麼都是假的 啊 就是呢 人不為我呢 人不為我呢 人不是自私的話呢 就是天主地滅了 是不是 就是呢 人人為我,我才可以為人人的 就是要人為我先,我才可以去為人的 啊 以我自私為主先的 出發點的 出發點的 不會捨己去為人的 我們看到有道德就不是了 道德我們呢 就是傳統教導 幾所不育,密施於人 是吧 我們呢 將心彼心 是吧 我們有道德的觀念 有一個良心,良知 我們會切身處地 是為他人著想 就是有一個道德的 一個倫理 倫理有家人 有家人 上有父母 下有子女 是吧 同輩的有親戚朋友 這樣 我們呢 是有人倫之間的道德觀念 那有信仰呢 更加進一步 在那個良知,良心之上 有神靈 有上帝 我們說 鬼頭三尺 有神靈 人之將死 其然也善 為甚麼 因為他知道他的靈魂 要面對上帝 要面對更高的 一個主宰 掌管我們生命的主宰 所以 有神 以神為中心 以人為中心 以自己為中心 沒有道德 沒有信仰的人 我不會理會有沒有神 我不會理會有沒有神 我不相信有神的存在 沒有神 天下宗教都是道人向善 譬如道路通羅馬 不過我不行 我不要 我不信上帝 我信自己 自我我中心 但是有信仰的人 他有一個神 在這裏 這樣就產生了這個 有神 以及自我之間的掙扎 道德是以神為中心 或是以我自己為中心 以人為中心 就是道德 就是 一個 以自己為中心的人 但同時 他有道德 他會想到別人 如果我 沒有想到別人 我根本不需要遵守 什麼道德規範 我不需要和人來往 我不需要有朋友 我不需要親戚 我沒有家人 我自己 讀來讀往 我自己想怎樣 我行我素 自我為中心 但是如果我們 是一個 就是在社會當中 和人際之間 有一個正常交往的話 我們會產生一個道德 一個良知 我們就會想到 有時候 我們不可以只是為自己為中心 我們都要以人為中心 我們都要尊重他人 人家在說話的時候 你要聽人說 而不是打斷人的話 自己 只顧著自己說 所以 就是 產生一個掙扎 到底是 我自己要走出來 以我為中心 至私 或者是要 以別人利他 以別人為中心 所以 有信仰 有道德的人 就會產生了 三個中心的這種掙扎 下面 有六種人 我們可以和大家介紹 分析 第二 我們可以看到 以神為中心 利他和利己主義者 我們可以看到 有神中心 以神為中心 以神為中心的人 又有兩種 一種就是利他的 一個就是利己的 神是第一 我是第二 他人是第三 但是 但是 我對神的認識 或者我對神的態度 都是為了我自己 就是利己 我對神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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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想到別人 想到他人 所以這種人 其實都是 侍奉神的人 他是愛神 愛人 如己 他是愛人 如己 我 我也愛人 不過我先愛自己 我愛人如同 愛自己 而我愛自己 因為神愛我 所以我也要愛自己 也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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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神 愛人如己的事奉 這個是第二種 第三種 我們看到 愛神 寫己 愛人 又愛神 又寫己 又愛人的事奉 這個很不簡單 這個是 我 就是拜得最低的 神 第一位 以神為中心 但是我是利他的 因為 我 是會愛人的 愛神 再愛人 最後才愛自己 神是第一位 必人是第二位 我第三位 很少這樣的人 這種人 難得 我告訴你 如果你有一個朋友 是這樣的人 千萬不要和他斷交 千萬不要和他斷交 因為他是一個愛神的人 同時 他又愛你 愛我們周圍的人 以別人為中心 以神為中心 利他 利別人 自己寫己 像耶穌那樣 寫己愛人 很少 這是我們的目標 愛神 寫己愛人 的事奉 教會 如果有更多的弟兄姊妹 我們屬靈的操練 能夠去到這樣的地步 感謝上帝 上帝 上帝的恩惠很大 這種人是無福的 上帝 都會接著他使更多人無福 好了 第三就是有神的利己主義者 在這裡 我們要講 第四種人 第四種人 我們看到 我們看右邊 這兩類都是以自我為中心 我第一位 我 最重要 以自我為中心 利己 一切都是為了自己 然後 以自己為中心的社交 我 和人 交往 都是為了自己 利他 他人 和我的關係都是為了我自己 神 有空才找上帝 神是第三位 我第一位 其他人第二位 神是第三位 我自己最重要 然後我都是注重道德 我都要和人交往 我都有信仰 不過信仰是第三位 有空才回教會 幫助人 其餘剩下的才去幫教會 或者去找上帝 就是這樣 我們看到 就是 以朋友 朋友 親戚都是以我為中心 利己 而信仰 是放在最後一位 這個是 以自己為中心的社交 今天很多人都是 他是交朋友 去參加社交團體的活動 都是為自己 但是他也有信仰 但是信仰是放在最後 第三位 這裡是以己為中心的事奉 這裡就是 我是第一 其次就是上帝 我回教會都是為我自己 都是利己主義 我回教會是為自己 我事奉神是為自己 我是第一位 神是第二位 然後其他人 就是第三位 朋友 他人 都與我無關 甚至乎 我第一位 神很重要 為了侍奉 不理家人 不理朋友 有沒有這樣的弟兄姊妹 有沒有這樣的人 有的 我們這裡有些青年 回教會回到 父母都不認 所以有很多父母不信耶穌 他們說 耶穌將我的子女 綁架 看到 其實這些人 都是自我 自私的 看來他很熱心 回教會 侍奉神 其實他侍奉神 回教會 是做一個藉口 其實都是為了自己 而他自己的家人 和朋友 放在第三位 你看 所以這種人 他的事奉 其實是以自己為中心的事奉 所以他們告訴你 其實有些的弟兄姊妹 或者信徒 或者教徒 都是在教會的人 其實都是自私的 為自己的 我很不客氣 雖然我牧師 現在是 網上崇拜 我都是要這樣說的 今天其實有很多教會 裡面 做的事情 或者信徒做的事情 令人跌倒的 因為他們說是侍奉 但其實他把別人 放在第三位 其實你看到 他的侍奉動機的最後 基本上是以自我為中心 是不是 所以我們看到 今天其實有很多人 是屬於有神的利己主義者 好了 我們再看 第六、第七種人 第六、第七種人 屬於有神的利他主義者 就是好過上面的利己 他們都是為別人的 這兩種人 第六、第七種人 都是為別人的 我們先看右邊這個 他們是為別人為主 真是很有心 他們很客氣 脾氣很好 為別人 每次都為別人著想 別人重要的 我自己不要緊 你吃煎 我遲些才吃 或者不吃都不要緊 有什麼好事 想到別人 有什麼需要 是別人著想 以別人為中心 所以 他是以別人為中心的社交 他很喜歡找朋友 很著重朋友 朋友大小的 自己沒有了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不許沒有了朋友 有沒有這樣的人 有 有些人真的很義氣 真的很義氣 他有沒有信仰 有 不過可惜 他將神給第三位 朋友比神更大的 是吧 我們去喝茶去吃東西 交朋友 要緊要 去教會 遲些先 有空先 看看我的朋友 看看我的朋友 有沒有空 看看我有沒有約了朋友 如果約了朋友 就不約上帝了 因為 朋友第一位 我第二位 上帝才是第三位 因為怎樣 社交生活 是重要的 以朋友 以社交為中心的人生 這一種 都是理他的 這一種人 在左邊 第七種人 就是 以人為中心的事奉 什麼叫做 以人為中心的事奉 就是 都是為他人 為人 神是第二位 在教會 教會 事奉神 是為了給某一個人的面 我很體重 他對我的賞識 可能 他人可能是一個牧師 對嗎 我回教會 我事奉神 是為了那個牧師 為了那個教會 或者為教會的長老 執事 或者某一個人 或者在教會裡面 你有一個心上人 未必是牧師傳道 未必是執事長老 可能某一個人 你很喜歡他 你很敬佩 或者 你什麼可以為他 而神是其次的 他臉不得了 神是怎樣 我看不到 所以必須是 以人為中心的事奉 是討人喜歡 討人喜悅 在人面識做人 是不是 你事奉神 其實不是以神為中心 是以人為中心 自我 當然有第三位 都不錯 都不是自私 但是 很可惜 他的事奉 不是以神為首 是以人為主 以人為中心的事奉 所以我們看到 人的情慾 使我們產生的自由 所做出來的選擇 就產生了這七種人 所以我們看到 方中情慾的自由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情況呢 七種裡面 只有兩種是好的 其他五種 都是偏差 都是偏差 我們要滿 我們要滿足我們自己 我們人出來 天生的 有一個問題就是 擁有 我要 我要這個 我要那個 我要把整個世界都拿去 以自我為中心 以自我的慾望為中心 你有沒有看到 有看到有人這樣拍車 Double Parking 他的跑車 他怕 旁邊的車刮花他 這個很明顯 是自我中心 然後他要霸佔別人的位 這輛車 這輛車 都挺本事 可以 拍到 行人道 這個是人去行的 他為了要拿自己的位 他沒有位 他要拍 他就是拿了人行道 他又沒有想到 別人要去那裡走 所以這個 都是一種自我的表現 這個自我慾望 產生出來的 除了擁有以外 就是戰友 我要霸佔別人的空間 我霸佔別人的時間 有時候跟別人聊天 你只是顧著你自己說 不要想到 別人急著做一些事情 你會不會浪費別人的時間 或者你自己過了時間 你自己的時間最重要 別人的時間不要緊 我們好事 是霸佔別人的時間 霸佔別人的空間 還有霸佔別人的感情 經常都要找人 希望這個人能夠 聽我說 希望這個人喜歡我 希望這個人對我的說話 對我的感情 付出代價 或者有所回應 我們看到有些人 教很多的女朋友 男朋友 發掘別人的感情 利用別人的感情 來滿足自己的慾望 那便是財物 謀著別人的事 工作 做事都是 人家的工作 但是他拿來做 對嗎 因為人家的工作 拿來自己來做 希望自己能夠得到功勞 然後可以博取別人對自己的賞識 所以你會不必要 賤有 然後是貪念 你會慾望 這些是慾望 怎麼會產生這些 自滿 慾望 放縱情慾的自由 因為聖經說 貪財是萬惡之根 有人貪戀前財 就被人有 離了真道 用許多仇苦把自己刺頭 雖然你是擁有 賤有 但是因為你的貪 永遠都不滿足 是一個無底坑 所以是萬惡之根 因為你有一個貪欲 因此你就掉到一個坑裡 將自己被仇苦刺頭 所以耶穌說 人就贎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麼益處呢 人還拿什麼換生命呢 吃了世界給你了 你都賺不完 你都拿不完 你都吃不完 是不是 但是人都是要霸著 我們看到 大部分的財富 掌握在小部分的人手上 然後大多數人群在窮困的當中 等於這些糧食 今天在世界還有很多人是飢餓的 是沒得吃的 第三位看到 放縱情的自由是奪取他人的自由 有一種的罪行 就是我行我素 我放縱我自己的欲望 以自我為中心 那這種自由呢 你就產生在一種情況 就會犯罪了 你就開始奪取別人的自由了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你都沒想到 其實你是在犯罪的 第一 與人真敬 我們看到很多時候 這個政壇裡面打架 為了我自己的理念 為了我自己的權利 我的自我中心 我就和別人鬥 鬥的結果 就產生了暴力 產生了流血 然後就奪取了別人的自由 令別人都失去自由 我不管你有我自由 我自由最重要 我為了我的自由 我要霸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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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供佔你 我要和你作對 我要和你爭敬 我要把你打倒 我要踩在你的頭上 你死是你的事 我自己最重要 這個就是一種的罪行 一種自由的罪行 然後為了要達到這個目的 我要向他人欺責 運用你自己的自由 為了你自己的情慾 放縱情慾 然後就不擇手段 就開始去偷了 去拿了 去騙了 使各種不同的鬼詐的手段 而得到你要得的東西 然後就嚇制別人 所有的東西都要掌控在我的手中 如果我控制不到 那我就沒有安全感了 所有東西都是我要能夠控制 所以現在這個世界是怎樣 遙控 發明遙控 簡簡單的 就是現在我的桌面 已經有三個遙控了 三個遙控了 當然了 我們這些遙控 是方便我做事 因為機器要幫我做事 控制機器不重要 但是現在的問題 人際交往是控制人 我要控制人的思想 我要控制人的自由 我要核制人 用我的自由 令人失去自由 這就是一種方宗情慾的自由 所以我們看到 真正的自由 不是方宗情慾 不是濫用自由 是遵守法治 和按照我們個人的良知的自由 所以我們看到自古以來 無論什麼國家什麼地區 什麼文法 或者你是有什麼宗教信仰都好 人的自由必須要靠法律去維繫的 是吧 如果沒有法的話 那就無法無天 無論你講什麼人論 講什麼宗教 講什麼文法 講什麼政治制度 你是沒有法的話 就怎樣 那就無法無天 所以我們是要知法 守法 有一個法例的規範 大家都遵守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享受真正的自由了 所以真正的自由是一個法治和良知 我憑良心 雖然沒有警察在這裡 但是我有良心 我有法律 所以我照行這個法 我不需要別人看 我都是照著這個法例去行走的 因為法在我心 我有良知 那你就享受真正的自由 因為你不是做給別人看的 如果每個人都會懂得這樣自首的話 也有一個法在心中的話 大家就可以享受這個 就是自由帶來的這種快樂 和方便 自由必需要 靠著這個良知的維繫 剛才說法 知法 必需要有這個 守法的這個基礎 這裡是講到誤性 理性 就是說我們做一件事 我要運用自由之先 我在這裡想一想 是否合邏輯呢 是否合乎這個理性 是否合乎這個誤性 是否合乎這個誤性 是否有這個常識 是否合乎這個道德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一些人 犯法 犯罪 因為他們沒有用大哥去想 被人欺騙 沒有理性 沒有誤性 一味就衝出去 被人煽動一下 洗腦之後 這樣就以為你自己是自由了 你自己選擇 但是你犯了法之後 你發現原來你所做的事 很違反理性的 很違反誤性的 原來你懶用了自由 所以你的自由不是真自由 最真正的自由 就是你使用這個自由之先 你要想清楚 你要看法律是怎樣說 是不是 以後就是你良知 你的良心告訴你 你這樣做 你這樣說 對嗎 對嗎 第五 我介紹的是 高尚的自由 一個 真正的自由 高尚的自由 是一個 愛的捨己 剛才七種人裏面 有一種人就是寫己 寫己愛人的侍奉 這是最好的 最完美 這種自由是怎樣 就是寫己 在寫己和愛己之間 你要做一個選擇 當然也是一種掙扎 很多時候 我們運用自由 我們對人 或者對神 都會產生一個掙扎 到底是以自我為中心 或者是以神 以他人為中心 所以就是寫己和愛己之間 你要做出一個選擇 而耶穌怎樣說 耶穌說 你們要彼此相愛 將我愛你們一樣 這就是我的命令 愛就是要付出的 就是要寫己的 耶穌說 人為朋友寫命 人的愛心 會有比這個更大的 耶穌就是為我們犧牲的 耶穌的愛就是寫己的愛 所以耶穌運用上帝給他的自由 他選擇了愛我們 寫己愛我們 寫己愛人 所以他都希望我們能夠 按照他的榜樣 都能夠寫己愛人 就會成為主耶穌的朋友 就會成為主耶穌的朋友 就會成為很多人的朋友 第六就是一個愛的信服 高尚的自由 愛的信服 正經說你們當信著聖靈而行 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 我們看到 剛才說到放縱情慾的自由 就是因為肉體 因為自我 但是高尚的自由 是一個信服神的靈 信服神的靈 就是一個愛的信服 因為你愛神 你愛人 所以你就會信從聖靈 一旦信服聖靈 你就不會信從肉體 就不會信從自我 就不會以自我為中心 所以這是一個高尚的 一個愛的信服的自由 最後 是一個愛的服侍 高尚的自由 在這個服侍和受服侍之間 你選擇了服侍的人 而不是受人的服侍 我們看到今天 有很多人不做事的 很懶的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愛 他自私 為什麼 他經常都要人去服侍他 要做皇帝 做公主 但是一個真正的自由 是怎樣 是服侍人的 他是愛的服侍 所以他運用了自由 去服侍人 這是很美麗的事情 所以 寶路就說 弟兄們 你們蒙照是要得自由 只是 不可將你們的自由 當作放棄情願的機會 總要用愛心怎樣 互相服侍 就是說 你蒙照所得的自由 這個自由是用來 用愛心來彼此服侍的 所以 順道是給我們有 新的自由 給你真正的自由 是要你運用這個自由 去服侍人 而不是 等人來服侍你 所以 這是一個高尚的愛的服侍 這都是耶穌為我們留下綁藥 耶穌是一個寫己的愛 耶穌是一個福侍的愛 耶穌是一個福侍的愛 耶穌的愛 是一個信服的愛 他信服上帝 然後 就來福侍我們 寫己 所以 古老人說 基督釋放了我們 是要我們 叫我們得以自由 所以 要暫立得穩 不要再被 勞布丁亞 核制了 為什麼我們做不到 這個 寫己的愛的自由 為什麼我們做不到 這個 信服的愛的自由 為什麼我們做不到 這個 福侍人的愛的自由 因為我們有 罪的核制 因為我們有 慾望 我們有 情慾 我們有肉體 我們有自我中心 我們還有很多的自我 我們放不下 所以就算我們 侍奉神 都是以自我為出發點 以自我為中心 就算我們找人 都是以我自我為中心 各位朋友 你是不是真的得到 真正的自由 你是否仍然被一些 奴隸式的客 是客制 你的自由 是怎樣的自由 你是屬於哪一種人 人的人生 我希望 今天的信息 自由是要付出代價的 但是我們如果是 運用這個真正的自由 一個高尚的自由 你所付出的代價是值得的 因為上帝是會祝福你 以及你用愛心付出多少 你所付出的這個自由 所得到的代價 是會帶來更好的回報 但是如果你是以 罪惡 以私欲 以情欲 以自我中心 發出的這種自由 你要付更大的代價 因為 罪惡出去之後 有一天會回頭 成為你一個暴行 我希望藉著耶穌的愛 讓我們得到釋放 從這個奴暴的握 他擺脫了出來 讓上帝給你第二次的機會 讓你得到真正的自由 讓上帝的愛充滿你 讓你能夠產生這種 舍己的愛 這種 福祉神 福祉人的愛 這種 信服上帝的 這種真正的愛 後發主耶穌的樣式 這樣的人生 是一個 滿足的 真正滿足 真正快樂 真正幸福的人生 你是不是願意 接受耶穌 對你的拯救 而得到真正的釋放 得到這一份的自由 如果願意的話 請你和我一起做 以下的討告 天父說 我感謝你 因為你曾猜派耶穌基督 來到世界 為了我的罪 而死在十字架上 又從死裡復活 我現在誠心誠意地接受 耶穌基督的拯救 使我一切的罪 都得到永遠的赦免 讓我的靈魂 能夠進入永生 我只要我誠心誠意地討告 自奉靠主耶穌基督的名 阿門 阿門就是誠心誠意的意思 我將這個祈禱文 很簡單 讀一次給大家聽 現在如果你願意信耶穌 Balender FREETH 你跟我一起know pu� 天父呀 我感謝你 因為你曾派耶穌基督 來到世界 为了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我现在诚心诚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 至我一切的罪,都得到永远的赦免,让我的灵魂,能够尽入永生,我这样诚心诚意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了,如果你做了以上的祷告,恭喜你,你已经成为了神的儿女,得到灵魂的自由,永生的保障,这是你的人生最大的福气了,恭喜恭喜。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需要教会,在信仰上来帮助你的话,请你跟我联络,我的电话是626-353-419, 我的email呢,是叫top210,T-A-L-K-T-O-T-I-N,at gmail.com,愿上帝,祈福给你。 好了,各位听众们,现在我们有些家事的报告,第一,听众们如果有需要,可以打电话给我,我的电话是626-353-419, 第二,执事会会在8月1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我们会透过Google Meet,继续为教会的事工开会,请大家代讨。 好,我们星期日的主要学的总主题是《如何解读末世灾难的圣经语言》, 希望大家上网多点踊跃收听,看看我们的主要学所说的内容。 四,请姐妹,在这个特殊时期,如果有奉献,我们欢迎将支票寄来教会,1108 Highland Avenue,Guardi, Zip Call是91010,或者在网上来奉献。 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打电话给陈若翰执事查询, 他的电话是626-677-0673。 至于上周我们网上和支票收到的总奉献额是3,730元。 1430每逢星期六下午1点半至2点有晨光天地善,请大家去收听。 幻求圣经公会举办了免费的圣经幻求圣经专题广告在8月1日, 星期六下午10点到11点半在网上重播, 由谢盐博士用《国语主》讲《神在诗篇中的同在语》隐藏, 需要报名请大家上网去参与。 加拿大建道中心都有一个网上免费广告, 从尼希米记面对将来的挑战, 由陈耀彭牧师来主讲。 日期是2020年7月30日, 星期四晚5点到6点, 在zoom里面举行, 请大家下载这个zoom, 手机或者平板电脑来收看, 必须要报名, 继续需要大家小心防疫, 教会暂时不会在8月开放, 什么时候再开放呢? 我会再通知大家, 请大家留意我们的报告, 愿上帝祝福来。 。 特别训练, 呀图环节。 K- 你说, 枝, 可以免费的招待回忍, 可以免费的空间, 所以來 пот跑, 但我还是要做到一个床。 那么多佛,